今天再来到海志兴 西法市场这里来买大猪脚 今天年三十了 看一下今天大年三十 人要多不多这里 前几天我来过这里一次 这里好宽 现在就不会迷路了 上一次来搞翻项的搞不懂 搞不懂 今天就不会了 这里是惠泽市最大的农场批发市场 好宽啊这里 还有工作人员在这里指挥 为他们点赞 来到这个肉区先去买猪脚 这边是蔬菜区 想买猪脚 这边是卖猪肉上面卖水厂 我那一条没有拍那个水厂 等一下快去看一下 这里是羊肉 羊肉怎么卖老板 要给五十 羊肉要五十啊 当几半了 前几天羊肉才四十 现在涨价涨了十块 哇靠 都没有卖了这里都 那一天四十啊 要有羊肉 老板这个羊肉怎么卖啊 没有五十 五十啊 今天卖羊肉汤只有几家 他叫价好贵哦 卖猪肉的也少了 卖的好多猪肉的 赶紧去买 哎呀他买不到 而且要收盘啊 大年三十了 这一个猪脚很好 老板这猪脚怎么卖啊 猪脚没有了 没有了 你那个留起来的 啊 留起来 哇 这猪脚怎么卖 这个三十三 哎呀那么贵 就二十八 不贵呢 贵的话明天再吃了 这里有一个看下 老板这猪脚怎么卖啊 三十给你 三十啊 不是二十八吗 现在才有二十八 要三十啊 称一下 拿下来 拿下来 六斤半 六斤半 对 195 算190 好吧 少没有 好了好了 195是吧 帮我烧一下那个毛 好难买到 我逛了好久 都没有 这个猪肉呢 这个猪肉 这个28 这个28 以前一般猪脚的价格 跟肉价一样 今天涨了好多 羊肉也涨了好多 这个墙脚肉是好量 你要墙脚吗 墙脚没有啊 这个墙脚 195块 买了一只墙脚 那么大的批发市场 只有几个猪脚 有一些是不新鲜的 那种冷冻的 看这一些 我都 我是买的那个 刚刚杀的 这一边是海箱 水厂啊 我猜两天来 我们也逛这边 就来逛一下 要不要买龙虾 啊 有大杂蟹 要大杂蟹吗 看一下龙虾 真的龙虾 只有大杂蟹 大杂蟹哦 这里有龙虾 这个很好啊 这个虾怎么买啊老板 我给朋友捧了 这个虾怎么买 80 80啊 那么贵啊 80啊 大白虾大白虾 买两斤 两斤 好漂亮 他在这里156 这一家海箱的 风雨好好 这些都是水厂 比较义区 它下面就是那个 露荡 矮子露荡 水厂 矮子露荡 那一天我们没有 没有来这里 来到烧烤 火锅食材配送中心 这里卖豆腐之类的 看一下 好多店都已经回去过年了 老板这是压肠 是不是 买烧烤之类的 是哪些选啊 好多店都关门了 回去过年去了 这些是烧烤之类的 有个小白的 这里小吗 去这里小 不要了 就这些可以了 今天晚上还搞烧烤 没事就烤一烤 这样子又不用自己动手 对啊 搞点蔬菜就可以了 对啊 你穿点蔬菜就可以了 穿点韭菜 穿点韭菜 224 224啊 对啊 224块钱 那没有 223吗 嗯 那都是平时的 豆腐全部关蛋了 没有了 只有露药之类的 看一下 搞烧烤的那个料 今天晚上准备搞烧烤啊 我们 过年要热热闹闹的 今天 今天年月少了 那天我来这里干果的 糖果之类的 哇 人山人海 找这些我们都不用买了 就买烧烤烤料 找到了 材料 烧烤料那些 看一下 在里面 你喜欢 胶 胃胶盐全部都是好用的 胃胶盐要吗 还有那个烧烤酱 拿了没有 还要涂到一个酱子啊 对啊 这个涂才像 放这里吧 是不是每一样都高一点的 四十六是吧 对 江北海基辛批发市场上 那里有些菜没有买到 我现在来到巫师市场这里 想买点韭菜豆腐之类的 那些肉食什么海鲜都买好了 清仓处理啊 都 这些卖水果的 清仓处理 这个苹果怎么卖 苹果 六百六米 还清仓 还有的更贵 五百都没有了 两个市场都没买到 看一下这边的猪肉怎么样 这边 都差不多了 都是紫色吗 大骨头 这猪肉怎么卖啊老板 老板 这猪肉怎么卖啊 四十五 啊 四十五 四十五 你这个是土猪啊 土猪 就差不多了 这是紫色吗 大骨头 这猪肉怎么卖啊老板 老板 这猪肉怎么卖啊 四十五 啊 四十五 四十五 你这个是土猪啊 四十五 全猪肉 那个是啥 第四十五 这 为什么 第四十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